誰?是誰? 為什麼? 是誰? 你被趕出來不能去睡覺是不是? 這是昨天下午 突然跑到房間裡面 對 現在時間5點46分 15度 今天會變很熱 大家都已經警告過我們 今天會變成35度 你看貓貓 他昨天被趕出來在外面睡覺吧 應該是 哎呀是懶藥啦 今天要走幾公里 18點多 18點多 就會到休息爹 哇好多貓 都包來了 我們這邊走 要進一個小針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1.2 今天只吃披薩 跟喝果汁 蠻不夠的 有嗎? 他現在很飽啊 但是也餓的 早上就會餓啊 很餓 已經覺得今天的恢復比較多速度 結果他睡一下子就被水上 果然是亞洲人推斷 很長 哈哈 是我們兩個推斷 哈哈 有亞洲人推很長 我去坐這桌子 我去坐這桌子 所以我去坐這桌子 沒有拍那個早餐 但是不是很好吃 也沒有要退的意思啊 哈哈哈哈 這是跟這個每天都遇到的一個法國 那是奶奶了吧 剛才比孩子比很小 應該是奶奶 對啊 看起來還算年輕 對啊 大概五十幾歲而已 嗯 閒聊了一下 他說他只有走到雷翁 嗯 大概在 下個禮拜二左右吧 預計 嗯 下一個大城市雷翁 嗯 所以他應該再走 今天禮拜五六日 一二再走四天 哦 所以我們也 差不多再四天就會進 進大城 進大城可以住好一點 可以啊 哈哈哈哈 印象要住好 看我們 如果今天住十歐而已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預計住的是一個 嗯 就是大型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他的主要的住宿都是那種很大型的 啊 都是有五十到八十人 這種那麼多床位 嗯 但我們昨天很仔細的在篩選 因為其中有一個呢 是 而且他們這都是有非常多修女在負責幫忙照顧跟維持的 嗯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 他晚上還會 就是他就是會集體晚餐 然後一起禱告啊 一起就是很多的教會 就是很多這個宗教的儀式跟活動 然後我們就想要避掉這個 嗯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們今天決定要去住的 他是地點上OK 然後 他的床又是單人床 就是他不是那種上下鋪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要10歐喔 嗯 可是他們 我看很多評價都是說 哇 你好漂亮 都說 就是他們有很多的規則 然後就是要做好 嗯 遵守他們的規則 嗯 然後這個修女們就很嚴格 可是那個評論的人 大部分給好的評價就說 只要你可以有辦法做到那些規則 其實這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嗯 那有給多負評的就是會在那邊 就是批評太多規則了 為什麼連這個都要管 好像在教小學生一樣 很像回到了小學生時代 很多那個規範要遵守 嗯 所以就是看個人 我覺得對亞洲人來講 應該是相對容易的啦 對 因為我們都一直被規範著 哈哈 從小都被規範 沒錯 對啊 然後最有趣的是 我們看到一個住宿點 然後我看了底下評論 因為評論總評分只有3.6分 我通常都會去看副評 到底寫了什麼 嗯 結果呢 下面的人就說 這是一個廢棄學校改建的 嗯 不只一個人喔 至少有三個四個人寫說 裡面有超自然的事情會發生 對有鬼啊 哈哈 鬧鬼 我本來有看到第一個想說 該不會他是特殊體質 所以他感受到 結果不只他耶 超級多人寫的 好 我們到了分岔點 會有兩條路 可以走 然後剛剛吃早餐奶奶跟我們說 他決定要走這一邊 不要過河的 嗯 他說這邊比較靠亂 雖然要多走大概一公里左右 嗯 可是 會是在 這個 固然風景當中 嗯 如果你過河的話 你就是沿著公路走 大概三個小時 又十分 就會到達 今天的終點 嗯 一個走公路是8.77公里耶 然後走 小路是10.15 差了一點多 一點三公里 一點三一點四 我們都在看太陽 我們走回小鎮呢 我們快走了四個小時了 好 現在要進到一個小鎮 你今天停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去河里河嗎? 我們也要去河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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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也要去河里河 我們也要去河里河 我們也要去河里河 前面是我們這兩天都住宿剛好都在同房 而且都在隔壁的這個美國婦女 對 非常的美式 對 非常美式 對阿 但是看不出來是爸爸跟女兒 他們也是要走到這個 那個河里河 然後她的Gary的老婆 還有媽媽 會在教堂那邊 等他們 然後他們一起去旅行 所以他們就是 就是要在特定的日期到達 他們走很快 其實昨天他們說他們因為走太快 要在前一個小鎮停 結果殊不知我們到達 然後一進到Airbag發現 他們也在裡面啊 而且是在我們隔壁床 對啊 而且爸爸昨天晚上還請我們吃冰淇淋 他說這樣對腳比較快好 我是不相信啦 這是一種很幽默的方式 對啊,然後之前我跟他說我的腳踝受傷 他都是會用一種非常誇張的表演方式來呈現出 哦,怎麼會這樣 哦,那應該會有什麼樣子 他就會覺得哦 就是非常表情100分 沒錯 然後我跟他說其實這沒有那麼痛 他就不相信 他就一直說你確定你確定 他就覺得我在就是偏他 對,昨天吃晚餐的時候他們在看影片 也剛剛超大聲 因為我們也看影片 可是我都用超小聲 我們兩個自己偶爾聽得到 他們是隔壁街頭聽得到 對,都可以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現在剩下兩公里就到前面小鎮了 我們到了Galion Galion de los Contes 不能直接講Galion嗎 看今天又走完了 全程大概18公里 從5點45分 做到12點 11點 現在11點14分 要進去那裡 吃這個吧 嗯 為什麼有一個人坐在外面 我們今天要出這裡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現在是11點半 現在是11點半了 還沒有人開門 我們幾個人在等 11點半 好像蠻早的 這邊有洗衣服去麥克風 廚房 然後吊衣服 這間還不錯 這間很乾淨耶 乾淨很舒服 非常乾淨 你看 刀奶奶在帶我們 去 Supermarket 是一室 像是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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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旅行 如果去旅行 到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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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們放在旅行 到旅行 那是旅行 到旅行 好的 謝謝 謝謝 奶奶也太好 她都已經走到一半 然後看到我們從那個 就是阿Bergen的門口出來 問我們是不是要去吃東西 我還是聽得懂一些字 然後她說你知道 要去哪裡吃嗎 她就知道 你知道嗎 我就說我們要去 那邊有怎麼走 然後我說Luba是不是在那邊 她說對 她就一直要告訴我們方向 甚至還走回來 帶我們走到 比較明確的路 然後再說直走左轉就可以了 人怎麼這麼好啊 她感覺就是非常的親切 然後一直 雖然都是講西班牙文 但還是多少可以理解 她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對啊 人好好 我覺得她對曹聖哲好友善喔 對啊 好可愛 一包生菜不到一塊 然後麵包 也不到一塊 麵包真的好好吃喔 嗯 好像才 0.9 0.8 0.8多 大概0.8多 1塊多 那可以打發兩個人 這邊也公園好大喔 哇 而且她是靠近河邊 剛剛 那個 Lbag的志工跟我們說 她 這邊就是大家都 可能在下午的時候 會跑去游泳 嗯 好冰喔 她只要游過來了 好可愛 最正送的玉米 是後面的大叔 他說太多了 對 好開心喔 這個是醃漬的 然後有一點點香 泡菜的感覺 嗯 然後很香 然後辣椒 點心 我們的白胖辣米 鹽菜跟蘑菇 還有我們一個人會有一盆喔 是一人一盆喔 我覺得很棒 超級多的耶 然後這樣子總共是 4 5喔 8喔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阿伯 是後面這個 看喔 它是以前是一個學校 然後現在變成了讓 朝聖者居住的地方 很便宜喔 才10喔 而且它是單人床 不是上下鋪 嗯 這是我們選中它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已經住了幾次 都是單人床 真的 真的會比較舒服 對 它床的那個間距很大 對 不會讓你覺得整個空間很窄 然後 因為可能是以前是教室 所以裡面其實都蠻寬敞 然後很方正 對 然後我們剛在做飯的時候啊 就是有一個斯坦亞大叔 嗯 它不太講英文 可能 但是它就是想要告訴我們說 它還有半罐的那個玉米 然後問我們要不要 因為它的這個生菜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了 對 所以它 就是 呃 一直比手話講 我們就用Google translation 然後我們說 好玩好玩好玩 然後吃飯的時候 它有跟我們一些當話 它就說 今天是它這幾天以來吃最飽的一次 嗯 它就 它很壯很高大一個人 然後就說它都吃不飽 然後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什麼 它推薦了 那它說它前幾天吃了一個非常好吃的食物 是在那個Odanus 我們前幾天才講到那個小鎮 就是吃它早餐非常滿意的 然後它剛才就是描述感覺 就是我們說的那一家餐廳 對 應該是 它剛才講應該是說下去左邊 對 所以 真的不是只有我們看見Odanus好啊 真的 它說那是它14天以來 就是吃了最好的一次 嗯 然後今天吃它自己去超市買 然後準備食物 它也覺得很不錯 它就是在準備食物的時候 它就說 有些朝聖者餐很難吃 然後我就 非常同意 對啊 對 所以它覺得就是自己這樣準備很不錯 嗯 而且因為我們明天一早呢 有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這趟路 就是第二挑戰的部分 除了翻過屁里牛13之外呢 就是要這個 一口氣走17公里 中間完全沒有補給 然後這條路就是很平很直很長 然後因為是一大早 所以我們大概會前面至少有五到八公里 可以是偏陰涼的 可是後面可能就會熱了 對 然後呢所有的人 像今天如果是自己採買做晚餐 他們都一定會幫自己準備 就是明天的早餐跟中餐 因為中間是完全沒有停頓點 除非他們早上是在這個小鎮間吃完 然後才往前進 對 好消息是明天好像不會這麼熱 那可能喝水的那個機會就可以減少一點 因為看那個天氣是明後天會降溫 很期待很期待 因為今天這樣真的很熱 前幾天都很熱 而且明天就是第17天了 應該就是我們這趟旅程的一半 所以明天我們有算過 也是會到達就是一半的那個距離點 對 300多的地方 對就是會剩下300多K 然後就表示我們走一半了 然後天數也是 因為我們也是抓34天 所以明天就是一半了 要慶祝 對 要慶祝一下 到下個小鎮 OK OK 拜拜 拜拜 然後我剛剛那個Valentia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該叫什麼 志工 我之前也看到啦 但他剛剛就拿這個進來 嗯 他送我們兩個十支架 嗯 然後夾一下 對啊 然後那個 他就看到我 然後叫我就是去門口 然後他就問我說 是不是基督徒 然後我就說 我問不是 他就說 他那時候是friend 所以我說 他說那台灣朋友有人是基督徒 我就說 嗯沒有 但是他問我說 那在台灣 我是不知道那個基督教 不是那個教會 就教堂 所以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他就送給我們兩個這個 這個 私家 我很多朋友是基督徒啊 我阿姨也是 可以當回去送給他們的小鎮 嗯 真的 很親切 可能剛剛也被我們嚇到 因為我們早上拍照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我很老耶 哈哈 這是什麼理由 對啊 但是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們真的 很感謝他的 就是很和善 然後還有他的就是 對我們戴肯 接待也很非常的 嗯 親切 親切 對 就是 他的hospitality 還有kindness 這樣子 對啊 就跟我們合照 對 很特別 補充的 補充的